三藩市 燃氣熱水爐淘汰計劃備受爭議 三藩市灣區計劃逐步淘汰燃氣熱水爐的新舉措 近期引起了不少關注 因為這個可能會加重屋主的財務負擔 Bay Area Water Heaters公司負責人Chris Guzloni認為 這個舉措會增加屋主的成本 目前該公司的熱水器裝置有99%是用燃氣 而他擔心新舉措不僅會影響成本 還會影響質量 其中一個問題是耗電量 麥克林電器公司的負責人Raman·麥克林稱 新舉措會對用電量的要求大幅提升 對於一些比較老舊的屋來講 這個變化可能需要屋主升級他們整個電力系統 而這個可能終會花費數千元 如果三藩市的每個家庭都必須這樣做的話 這個將會是一項巨大的工程 Emmerville的市長John Bouders 同時也作為灣區空氣質素管理局董事會主席 投票通過了這項逐漸淘汰燃氣熱水爐的新規 他表示 具體的進度需要通過過渡的時間來安排 必要的時候可以將實施的日期推遲一到兩年 以確保各方面都會照顧到位 確保過渡期各方面的措施都是安全和公平的 太平洋電力公司PG&E發表聲明稱支持委員會計劃 並正在努力更新和準備電網方面的配套 以應對用電量的增加 舉適這個新的舉措將會於2027年開始逐步實施 並且持續到2031年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 可以請結束 Yok 請結束 心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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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